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这段时间我们分享到 耶稣基督在面对这条十字架的道路 他里面也有一些他的挣扎 他说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刻 救我脱离 我并不想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 救我脱离 但是谢谢主 他里面说然而 但是 但是 好像他在科西玛尼园说的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乃是要照你的意思 换句话说 我的意思跟你的意思不一样 然而我选择顺服 昨天在分享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动 我还是说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这两天 你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挣扎冲击 好像雅各在亚伯渡头跟主摔跤 他有很多自己的一些想法 你也有很多你的我觉得 但是此刻 主用他的爱 来回应我们里面的挣扎 他问你说 你愿不愿意为爱主的缘故 放下这些呢 耶稣选择放下 他说我里面 如果照我的意思 你救我脱离 我不想 我不要 但我知道你对我的计划 你对我 你拆派我来到人间的目的 是走上十字架的这条道路 所以他说 父啊 愿你荣耀你的名 愿你得荣耀 愿你的名得荣耀 然后后面很有意思 耶稣这样说完之后 约翰记载下来说 当时 耶稣做了一个祷告说 他说 父啊 我知道我是为这个时刻预备的 愿你荣耀你的名 我愿意顺服 愿你荣耀 荣耀你的名 愿你得荣耀 当时 从天上就有声音来说 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 多特别啊 约翰只有他记载了这一段 就是 当耶稣在那里挣扎的时候 他最后降服下来说 好 愿你得荣耀 我这一生就是要完成 你要我做的事 然后当时 当下 这个当下的意思是说 天父说 我已经荣耀了我自己 我已经得到这个荣耀了 什么时候 在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呢 不是 是在此时 这个时候 他选择顺服的时候 主就得荣耀了 不是等到被钉的时候 耶稣才得 耶稣才让天父得荣耀 当他做了一个选择说 好 我顺服 你也正在这样的挣扎里面 当你选择顺服的时候 主就已经得荣耀了 我要祝福你 我不知道你在挣扎些什么 我也没办法体会 因为我也只是个平凡的人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事 耶稣能够体会 因为他跟你一样挣扎过 他降服了 你愿不愿意为着神的荣耀 也降服呢 祝福你 你一顺服 天父就得荣耀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